好 为了要帮助更多的弱势 之前纯真本草企业社是捐赠了一台冷冻柜 给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另外还有150包的药膳料理 希望透过花莲市的社福平台 转赠给有需要的家庭 那么市长魏嘉贤则是感谢纯真本草的爱新捐赠 让花莲市社福平台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更多人 冷冻料理包一只排开 各种口味应有尽有 春真本草企业社相继在今年夏天 捐赠养生饮品给花莲市清洁队及防疫工作人员之后 近期又捐赠150包药膳料理 给爱花莲食物银行 由于考虑到料理包都是没有添加防腐剂 有冷冻的需求 因此决定再捐赠一台冷冻柜 日前已经送到食物银行 知道我们那个市长 就是这边有在帮助一些弱势 然后以及一些比较需要食物上东西的一些团体 然后或者是说个人 所以我们就是想说现在冬天到了 然后提供一些养生的东西 然后让大家吃了就是可以暖心这样子 可以暖胃 市长卫家贤 除了感谢纯真本草关切洛市的散举 也特别颁证感谢壮 那在此我代表花莲市公所还有花莲市民 谢谢我们很多帮助花莲的朋友们 那其实我们食物银行是一个大的平台 也谢谢很多的民众 看到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食物银行之后 就陆陆续续有捐赠了一些物资 甚至也长期在询问花莲市公所 还有哪一些能够来协助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在此我代表这些弱势的家庭 需要关怀的家庭 特别谢谢大家 纯真本草药散料理包 有黄金虫草黄旗鸡 药散排骨 药散羊肉 黑枣花生猪脚汤之外 还考量素食者不沾昏的禁忌 另外还提供甜香麻菇的素食料理包 让受证者有不同选择 而市长薇嘉贤也希望有更多人 能够加入捐赠行列 让善的力量不断循环 并借由食物银行的社福平台 帮助到更多弱势朋友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